古法龟钢铁线连栽培技术 用生命在创作 且看且珍惜 这里是东龟先生的古法养龟频道 都这么拼了 还不一介三连 本期视频 东龟先生来说说 火山石古法龟钢 铁线连栽培技术 首先提醒一下 铁线连是藤本 攀原植物 所以想养它的话 需要先给龟钢搭扫花架 东龟先生使用的是不锈钢丝网制作的 这个也可以作为乌龟防陶网使用 否则的话养不了铁线连 它是需要支架的 这是龟钢养铁线连的硬件 铁线连花色多 品系也多 大花 小花 单半 重半 枣花 晚花等等 反正是品种太多了 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种花 当然 东龟先生也是这样 去年春天 第一次把铁线连栽种在龟钢里 没想到不仅墨烟死 没浪根 没想到还顺利开花 视频中大家看到的 就是去年栽种的 今年再次开花的铁线连 这一朵是今年新栽的铁线连开出来的 今年新栽了4棵 这是截至目前 开的唯一一朵 去年东龟先生栽了5棵 今年新加了4棵 一共是9棵 目前无意死亡 不过事先说明 盆栽 地栽铁线连 开出花墙很容易 但是在龟钢里栽种 能开花 但想开成花墙 比较困难 反正东龟先生还没有实现 原因应该是肥力不足 毕竟在龟钢里是靠吸水获得营养物质 肯定是比不过营养土的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对于火山石古法龟钢里养铁线连 关键技术 东龟先生分享如下 第一品种选择 建议选择皮是好养琴花品种 例如F系 当然 东龟先生对铁线连具体品种并无研究 东龟先生选择方法简单粗暴 看价格 选几块到十几块一颗那种 按商家名称 东龟先生买的是 美好回忆 瑞贝卡 贝卡 二利塔 小绿 玫瑰花园 粉香槟 安斯利 骤天使 就是这几种了 当然 对不对版就不知道了 不过可以确认是铁线连 不是钻子连 这是品种 建议选皮是好养的 毕竟我们是把它们养在硅缸里 太脆弱的不行 第二 栽种季节 建议选择休眠期 冬季至早春 12月至2月 铁线连没发芽前最好 休眠期根系可以随便折腾 一旦开始生长 根系容易受损 视频中是东龟先生 今年3月底买的 大家看有一个已经开花了 其实就是太晚了 休眠期没发芽的话 苏醒以后就会开始生长 而已经发芽开花的 再次栽种 根系会受损 存在一个修复 在生长的过程 生长状态通常不太好 所以栽种铁线连 已早不已晚 当然 如果是盆栽和地栽 影响倒不是很大 因为可以直接不动 或微动根系 但在硅缸里栽 根系必须要动 因为有关键的一步 是洗根 第三 铁线连硅缸栽种 关键技术 此技术东龟先生原创 现免费分享给大家 一关键技术一 洗根 将铁线连根部泥土洗干净 步骤是浸泡 轻搓 再冲洗 一定要把根部泥土洗干净 这是放入硅缸里以后 保证不烂根的关键 当然 在洗的过程中要轻柔 否则很容易将铁线连洗断 当然 只要还有颈部在 断了也没多大事 铁线连的萌发力还是很强的 东龟先生就是把其中的两颗洗断了 只剩下一点点精 二 把铁线连放入栽培容器 去年东龟先生用的是高脚兰花盆 今年用的是利水兰 铁线连是一种生根植物 实际高兰花盆比较适合它 利水兰是一种浅容器 实际并不适合栽种铁线连 但花盆直接放硅缸 太占空间 所以东龟先生今年尝试了这种浅盆 直接架在硅缸上 实测也没啥问题 反正都能生长并开花 浅盆的话 就直接把根系平铺 摆放好就行了 之后加入火山石颗粒 覆盖住铁线连根部 注意 根植结合部位置 不要完全盖住 要露一点头在外面 这可以预防铁线连利枯 盆栽也是如此 切记 不要把根全埋进去 稍微漏一点出来 三 向硅缸里加水 使水面稍微浸泡粒水蓝底部 但不要浸泡过深 以免铁线连烂根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 你不能一下将铁线连淹了 那样几乎必死无疑 因为它是陆生植物 以上就是乌龟缸里栽种铁线连的关键技术 此外 东归先生再提醒一下 如果是休眠期没发芽的铁线连 洗完根以后直接栽就行了 如果是已经发芽 甚至是开花的 那么还需要有一个关键步骤 修剪 要把叶子 花 花孤朵 全给剪掉 只留光干 这样也能极大提高成活率 否则死亡率高 一定要大胆修剪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